丁守中笑容满面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主要来以最热门人选前隔魁张善正站台 这个市长选举是他这辈子最后的志愿 他的最后主角是用台北市的政绩来彰显丁守中的能力 而不是最后要看中东府的 我是很希望我有机会担任他的总顾问 在选市长的路上我输了三次 大家说丁守中是一个鲁蛇 丁守中是不是一个鲁蛇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的台北市不能够变成鲁蛇 这场鲁蛇丁守中努力20年 人不放弃争取蓝音提名 谈市政20分钟不看到秀实力 直接较量台北市长柯文哲 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政绩 没有好的表现 可是他在网路在媒体的声望声量 还是这么的高 丁守中如果当市长 绝对不会去拼个人的声望跟声量 丁守中如果当市长 绝对马上恢复我们的重阳敬老金 而且 我非常清楚明年的选举 谁要重疆敬老金后面做花 现在其实可以不用大概就很安闷 可是这有跟台湾的社会 几乎每个选举都在挖 为什么 那就直接买票 直接逃我选 敬老金过招 柯文哲自知是选举弱点 不仅不退让 还拿来开战全国各县市 柯文哲偏年任国民党对手 已经拿号码牌 可批老神在在等着备战 记者陈建安 全英文 NZ有台北报导